一艘巨大的豪华巨轮上正在举行露天派对 一名红衣女郎站在舞台上又唱又跳 正当大家沉醉于此 一只幕后黑手启动了机关铁丝 一根戏场的铁丝迅速收卷了起来 从整个舞池一扫而过 现场的数百人顿时被削成了两半 一个小女孩由于个矮躲过了一劫 这场惨剧发生在了1962年 没有人知道是谁酿成的 也没有人知道这艘船上最后又发生了什么 大家好 我是小宇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有真实事件改编的悬疑恐怖片《幽灵船》 时间回到现在 距离那次残忍的海上屠杀已经过去了40年 女主是个海上救援人员 隶属于一个私人海上打捞团队 他们正在托运一只损坏的船只 女主靠着过人的胆识潜入水中将破船维修好 任务圆满完成 画面一转 女主和队员们正在酒吧庆祝 一个自称是气象局工作的飞行员 找到了他们 说自己在执行飞行任务时 在公海发现了一艘没有回应的孤船 而根据国际海洋法 在公海发现的船只都归发现者所有 所以他找到了小队帮忙托运 见众人不以为意又放出狠话 只要打捞上来 船上的财富小队占大头 自己只要一点情报费 队员们就这样被飞行员忽悠的心动了 说干就干 当晚就开着船奔向沉船目的地 殊不知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冒险 经过几天的奔波 雷达显示前方有船型物体 然后又消失不见 直到小船差点撞上邮轮 他们才误打误撞的找到了邮轮 虽然现在已是秀极斑斑 但外表依然能看出他当年的繁华 打捞的队长直接更是惊呆了 这艘船竟然是40年前失踪的安东尼亚号 几十年来 他一直都是众多打捞团队苦苦寻找的对象 队员一想到即将到手的财富 个个都兴奋不已 队长带着女主等几个得力队员上船查看 整艘船年久失修 显然多年都不曾有人来过 大家来到上层 长发哥一脚踩空掉了下去 女主在救他的时候 隐约中看到了一个穿白裙子的小女孩 正是影片开头 侥幸没有被钢丝割死的那个 时隔40年 他容貌依旧 女主感到很害怕 可飞行员却安慰到 肯定是女主眼花了 接着一个队友又在控制室里 发现了一只还在走时的电子表 可是1962年 电子表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众人推测 这么多年一定有人上过船 但是那些人都去哪了呢 大家决定回到自己的小船上 明天一早再来仔细检查 只有修理好大船破损的地方 才能找到方法开到岸上 再次上船后 大家分头检查损坏的部位 女主来到干涸的游泳池 竟然发现许多奇怪的子弹壳和弹孔 结果一抬头又看到了小女孩 女主受到了惊吓 直接摔晕了过去 醒来后 飞行员再次安慰女主 你怎么又眼花了 女主虽然没有说话 但心里却觉得 这一次绝对不是眼花了 但在女主离开后 游泳池的弹孔渗出血液 转眼血水将整个池子填满 女主跟着飞行员来到洗衣房 一打开阀门 许多尸体跟着水一起冲了出来 而且这些尸体很新鲜 应该就是最近似的 另一边 黑人队友在钢琴边 发现了一支没有熄灭 还有女人唇印的烟 惊慌的他 并没有发现一个红衣女正在角落 队长则走进一个房间 发现了一瓶刚刚开封的酒 正想闻闻 就在镜子里 看见了一个男人一闪而过 种种诡异的事件 都证明着这艘船的危险性 可危险的同时 也伴随着财富 于是众人决定 还是要修好船 他们更加仔细地 搜寻着船上的角角落落 女主和飞行员在一个仓库里 竟然发现了一箱箱黄金 预计价值超过三个亿 而且这些黄金没有任何标记 带走也不会有人被查出来 大家兴奋极了 只要能把黄金带回去 这辈子都吃喝不愁 他们决定搬走黄金就离开 放弃修船 几个人将黄金装载到 小船的升降机上 这时的煤气罐自己拧开了 小女孩再次出现 并拼命地大喊让他们助手 却被一个身影直接扑倒 就在小船的启动按钮 按下的瞬间 小船因为煤气泄漏爆炸了 共事多年的舵手也死了 大家都被困在了安东尼号上 又伤心又害怕 想要打电话求助 就害怕黄金被抢走 黑人在钢琴边喝起了闷酒 只想离开这个鬼地方 回到未婚妻旁边 她突然出现了幻觉 四周变成了42年的场景 红衣女不停地勾引了黑人 最后将她引到甲板上摔死了 而那名红衣女也变得神情恐怖 另一边 两个队员因为太饿 拿起罐头大块朵衣 吃着吃着才发现 嘴里吃进去的全是小虫子 此时只有女主一人苦苦地寻求真相 她认为 之前看到的小女孩能够解惑 女主根据名单 在小女孩的房间里 找到了一具上吊自杀的尸体 这个时候 小女孩出现了 告诉女主 有人在收集灵魂 话音刚落 就受到了警告消失了 而独自一人饮酒醉的队长 在船长时喝醉后 又看到了之前镜子里的那个人 这个人就是当年这艘船的船长 船长友好的邀请她共惊一杯 还告诉她 她也曾经搜救过一艘船 今次就是从那艘船上搬过来的 当时那艘船上的几百人 也都丢了性命 也只有一个幸存者 说着还给了队长一张照片 当看到幸存者照片时 队长整个人都不好了 急忙拿着照片去找同伴 却出现了幻觉 把女主看成了被炸死的舵手 以为是来找她索命 发疯似的攻击舵手 结果被众人制服 关进了一个钢化箱里 目前看来 唯一能有活路的方法 就是修好邮轮 大家开始忙活起来 小女孩再次出现 用意念带着女主看到了当年发生的事情 原来由于金条的出现 很多图谋不轨的人也登上了邮轮 厨师全部被暗中杀死 家厨师在食物里下毒 毒死了房间里的一部分乘客 紧接着就是电影开头的一幕 设下铁丝盏 割死了在舞池里跳舞的几百个人 最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纷纷被抓到了泳池旁 用枪突突打死 小女孩在逃跑时被抓住 拖到房间受尽侮辱 最后上吊自杀 这幕后主谋就是红衣女和副船长 以及服务员等人 只是当这群人开心的分赃时 副船长和红衣女开始了反杀计划 这对肩肤淫妇竟然杀死了所有的人 就在副船长洋洋得意 转身抱得美人归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也是一个被套路的人 红衣女一枪解决了她 原来红衣女真正的情郎另有其人 正当两人亲吻难解难分之时 情郎又弄死了红衣女 并在她手心上也打上了印记 女主也惊恐地看清楚了这个男人的脸 就是放消息引诱他们过来的飞行员 女主明白了一切 赶紧跑回去查看被关起来的队长 发现队长已经被淹死 水里漂浮的正是飞行员的照片 女主想告诉其他两位幸存的队长 长发男和黄发男 但正好碰到了飞行员和黄发男在一起 她不敢多说 只能把枪递给黄发男 暗示她看住飞行员 自己则去寻找长发男 结果却发现 长发男潜入水面下维修时 被突然启动的机关齿轮 给活活嚼死了 这让女主崩溃了 她决定要炸毁这艘幽灵船 另一边 合作多年的黄发男 自然明白女主的暗示 飞行员借口想去帮忙 黄发男警告她不许动 这时飞行员突然翻脸 步步紧逼 黄发男直接开枪 打飞了飞行员 她以为飞行员死了 准备去找女主 却没注意飞行员的眼睛 动了起来 此时女主已经把炸药 安装完成 这时看着飞行员的黄发男 走了过来告诉她 飞行员已经被打死了 然后劝说她不要炸船 只要他们两人修号船 就可以独吞所有的黄金 离开这里 女主不为所动 直一认为是金条 导致了所有的悲剧 黄发男突然情绪激动了起来 女主发现不对劲 揭穿了假扮队友的飞行员 原来黄发男被她反杀了 几俩被识破的飞行员开始变身 还告诉了女主 她想知道的真相 原来她是专门收集人灵魂的地狱使者 收集了足够的人类罪恶灵魂 便可以将灵魂交给魔王萨坦 给自己殉命 以实现永生不死 而小女孩虽然没有罪孽 但她是自杀 虽然飞行员无法控制和收集 但她的灵魂也不能上天堂 所以只能在船上晃荡 几十年来 飞行员用金条骗来了无数贪婪的人 来到了船上 看着他们自相残杀 最后自己再出手解决他们 收集这些罪恶的灵魂 女主威胁飞行员放了自己的队友 飞行员却说 灵魂一旦被标记上 就不可能再回来了 女主听完就要引爆炸弹 却被飞行员用意念控制钢管打入水中 飞行员跳入水中 想要掐死女主之时 女主捡起水中的鱼枪 捅伤了飞行员的大腿 趁机浮出水面 射向了引爆器的开关 选择和恶魔同归于尽 砰的一声船被炸毁 飞行员被炸得灰飞烟灭 女主也被困在了水里 此时小女孩的魂魄再次出现 指引着女主游向了海面 而四周也出现了无数的魂魄 原来这艘幽灵船被炸出了一个缺口 上千只被困在船里的灵魂 发出了白色的光芒 缓缓地围着幽灵船升向天空 去往他们该去的地方 这一幕很美也很壮观 女主在海上漂流了一天一夜 被一艘经过的船只救了下来 安娜回到岸上 被送上救护车的一瞬间 她看见几个船员 又将那几箱黄金装上船 而那个幽灵一般的飞行员 又一次跟在了船员后面上了船 显然贪婪的悲剧又将重新上演 影片到这里就此结束 《幽灵船》是一部经典恐怖片 想象力丰富 场景布置也很有那个年代的风韵 同时它也是一部另类的恐怖片 在拥有一切恐怖悬疑的特质的基础上 将主题升华到了讽刺人性的贪婪 欲望和罪恶的高度上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 别忘了点赞加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